好嚴嚴夏日 很多人都覺得天氣好熱好熱 但你有想過嗎 這個高溫還可能影響到心理疾病 甚至是社會的犯罪率因此而增加 我們來看到最新的一個研究是說 27歲到41歲的男性 遇到這個夏日的高溫 可能會出現大腦遲鈍的現象 尤其是在大腦功能 在數學和邏輯任務上的得分 是會比較低的 另外牛津蘇黎師大學的科學家 也發現到說 氣溫只要每升高一度的話 那心理疾病相關的死亡 也會增加2.2% 美國有一份研究指出說 大腦的血清素受到高溫的影響 如果這樣持續下去的話 到了2090年 美國的犯罪總數恐怕會飆升5.5% 那當然最要的當務之急 就是要降溫嘛 該怎麼降溫呢 其實科學家也提醒說 可以多喝水 沖冷水來幫助身體降溫 那最好是不要只透過電風扇的方式 因為在高於35度的環境下使用 其實是沒有幫助 不可以減少中暑的 掌握全球情緒 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